長髮女網道34萬,一年後被通緝 這個右手扎著紗布的女人 大膽到拿著個52歲女人的假身份證 連續兩天走入美夫兩間銀行 還成功改了個52歲女人的網上理財資料 上網偷了34萬 女事主上年2月報案 警方追查了一年 昨日發出上年1月 女騙徒入銀行辦手續時的相片通緝 呼籲提供消息 8月1日